大家好,今天来看一下崔雪梨和巨赫拉 其实他们两个人的命格在去年11月份做过了 今天重新再看一遍 因为我对命格的理解更加深刻了 也希望从他们的命格当中给大家一点启示吧 希望各位不要遇到困难一点挫折 就自暴自弃 好,来看一下 先看一下崔雪梨的 它是94年3月29号 这点中我看韩国命理是用的是诚实 那我自己拿来借用了 巨赫拉是91年的 很有意思 在百度上显示是1月13号 但其实它是1月3号的生日 百度真是不可信 这个用的是银食 先看一下崔雪梨的吧 我主要是分析一下他们离开人事的原因了 虽然已经出具了这个官方的报告 说是有这个自杀的 有什么抑郁症的 从命理上看看能不能反映出一些东西吧 这个不一定是准确的 那我只能够以这个角度来看 希望各位真的不要因为一点困难 就自暴自弃怎么样 来讲一下这个吧 崔雪梨,甲木胜在卯月 这个比较简单了 做下银日 以卯称山会东方木 天干月是甲木 这个木特别的多 钉火为用 那只能以钉火为用 但是呢有一点它是钉火 这么多木的话 又形成了一种木多火锡 在农村烧过火的话就知道了 如果说往这个炉子里面放这个柴火 你放进去放的太多 那个火要湿灭人 氧气没了嘛 这就是木多火锡这个原理 他用神就是钉火 那么他如果说是丙火的话 那就非常好了 那丙火是太阳 太阳之火的话 你放栽多的木材 没有任何关系 那钉火是蜡烛之火 这就不好了 这是伤官生财嘛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这个命中带伤官的人 其实唱歌都非常的好 尤其伤官为用 更加更加明显 木生活火生土 但有一个缺点 他的命格当中缺乏点关爱 为什么呢 你看笔节太多 笔节多 可财的 财为父亲 五行的又缺水 水为母亲 在家庭当中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 这个 看一下 还是以这个好了 这比较明显 因为他这个木太多了 只能用火 钉火 但钉火呢 他一点火容易被熄灭 这样的人会活得很辛苦的 为什么活得辛苦呢 因为伤官嘛 他本身按理说是一个发泄的一个窗口 比如个人的歌声也好了 或者是他的一些表达呢 他是这种情绪的表达 伤官其实是这种情绪的表达 为什么说伤官的人容易得罪人 表 一直表达出来的话 那就容易得罪人了 把内心的真话说出来 那当然容易得罪人了 所以伤官的话 他就容易得罪人一些问题 所以这样的人也是 这个艺术业类的话是没问题的 这个艺术系的艺术细胞会比较强一些 比较强 比较好 钉火嘛 钉火也代表说影视 从事这个表演业类的也非常的好 火嘛 蔓延嘛 往上走的了 假因为大溪水 水堵制嘛 大溪水 这个水 他这样的人呢 其实还好 但是表达有些时候就容易得罪人 这点就相对来说 就是思想很丰富 但表达出来 就相当于我的个性 应该是蛮有个性的 表达嘛 但是有些时候 你在某一个行业当中 就遵守那个行业的规则 不一定是 这个规则可能有好有坏 可能是约束人的 就像有些人 你是公众人物 你就不应该在当中说脏话怎么样的带节奏 这就是一种 也算是一种规则 你就不应该讲 这就是一种规则 这样的人啊 如果说表达不出来的话 那这种内心会很痛苦的 假银 又是假银日 为什么是假银日 假银为这个餐厅大树 他表里如一 有什么就说什么 如果有什么 他不能说什么的话 那当然痛苦了 就比如说言言行不一致 明明 明明喜欢A 那偏偏要让他说喜欢B 当然是痛苦的了 这个其实还好 这个目太多 这个表达自己 这俱和拉得更差 真的是更差 他最起码能够表达 他在伤官 他没有被水伤到吧 运势走向的确实不理想 不算好博物 虽然说他可能这个成就比较大一些 都是比较眼泪了 这个明星 这个名望很高了 这确实是可能 也就是这个当时 如果说他能够得到一些父母的关系 应该不至于这样的 但是五行啊 他是个克裁的 裁与父亲啊 这父亲他都是一种木头交战嘛 本身就能够很难帮到自身 五行的又是缺水的 水为 因为妈妈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 有些时候内心更加痛苦嘛 所以说他好像也是 看一下介绍啊 事事啊 呃 自意啊 然后是 情绪 失常 疑似有抑郁症 这个来看的话 确实有一点啊 按这个来看 确实是这样的啊 因为伤官 他是一个表达自己的 如果说 他的丁火 如果丙火的话 那肯定没有这样的事情了 就是那种很阳光 很乐观 当然丁火也 看上去也很乐观 也很这个活泼 但毕竟他是阴火 阴的 不一样的啊 呃 这个到现在还有人 你看 一小时前 哎呦 还有人这个 看看说什么吧 天使 哦 你看还都是想念 这样的人 比较真实 真实的人才有人喜欢啊 不管男女啊 都是这样 呃 好 这是大致的看一下 吹雪梨的 他这个 呃 是 离开人事的原因呢 其实看上去 还好的 那19年 他是19年的这个 啊 去世的时间是19年10月份啊 我记得在10月15号的时候 听到这个消息 然后我起了个挂看的啊 当时啊 他19年是遗仇大运 然后19年是几亥年 基土 基土呢 是财星 基土是会火的 因为土是会火的 他钉火得不到升福啊 害水呢 这个害 引害和 按这个来看 你说直接按这个来 命格来断 你说 就是说 他会去世 这个我确实断不出来 这个也很难断 但是有一点 他本来是 他是一个勇于表达自己的人 如果在一个环境当中 他不能够表达自己了 内心的痛苦 确实会容易有一些抑郁症啊 但是我认为最主要的一点是 这个家庭的温暖感受不到 啊 是是 这个家庭 他怎么不讲一下的呢 五行缺 缺水啊 肯定是与这个父母有点影响 好 看一下居和拉吧 这1月13号 哎呦 这个真的百度乱来的 真是 这个 这个 其实也比较简单 如果按影史来的 确实这个上官见官了 这个婚礼肯定 婚礼也好 爱情也好 肯定是不好的 肯定不好 因为上官见官嘛 再加上 哎 本身啊 制作病地 鬼有吗 金锋金制作病地 当然这个病的话不一定 他好像死因也是这个 也是自杀的 哎呦 这个 现在的艺人压力这么大 啊 看一下命格吧 啊 鬼水生在紫月啊 坐下是有啊 八字那五行呢 呃 木火土金水 五行的全都有 这倒还好 但是但是他组合的不好啊 这个呢 木火土金水呢 五行的缺水 呃 火器呢是暗藏 呃 这火器没有暗藏 可恶啊 是上官 他五行缺水的 啊 金的话 金是暗藏的 金是暗的 虽处暗藏的这个星金 他的婚恋也不好的 哎 忘记讲了 啊 顺便讲下感情吧 因为为什么不好呢 这五行呢 金不透 没透出来 金为官杀嘛 官杀代表这个个人的恋爱咯 然后呢 这个星金暗藏的 这位这个丁火之金来克制这个 管 他里面本来就是暗藏的 上官见官 所以两个人啊 而且程序相冲的 啊 这个金啊 没出现金为官杀嘛 他的这个吹雪莉的这个 感情运肯定也是很 很差的 啊 当然 这个吹呢 是暗地里 暗地里 在暗地里的吹 只是说 有些时候 哎 可能是分手怎么样 啊 他不会怎么样的 就是分开也就分开了 不会太多的这种牵扯 他没有形成对个人形成那种冲刑 那这个聚合拉的这个 不好 不好 这原因是什么呢 官呢 误鬼和 无情之和 无情嘛 就是结合起来 他 他就不应该恋爱 这个话子说的真是啊 不太好听啊 他就不应该恋爱 无情无情之和嘛 再加上上官见官 也是一个勇于表达自己的 上官他都是一种表达自己 又是假淫啊 表达自己 就是有些时候打架 男女打架 我见过类似的夫妻啊 也会对对着干 但是呢 这个妻子呢 也是比较痛苦啊 不是说打完就分开就好了 也是很痛苦啊 误鬼为无情之和 无所谓无情 就是没有情意的 有些人分开 哎呀算吧 你好我好 也不来斤斤计较了 这个物家子嘛 这个物子霹雳火 火气很足啊 不好啊 非常的糟糕 大家知五相冲 不稳定 上官见官 所以他的婚姻很不好的 两个人都是啊 但是这个更加更加明显 鬼有日嘛 见风筋 见风筋 这个八字硬心啊 他是一个寄生 偏旺在即硬心是个寄生 这种家庭的温暖也是比较难的 再加上这个孕啊 走向是19岁之前啊 走的是这个丁亥云 更加明显 他的这个双方的都有共同的特点 一看感情都不利 其次 这个 关嘛 关为这个关为感情了 感情都不好了啊 这家庭呢 家庭怎么样呢 家庭的话 为隐形嘛 这个是以P&E为这个 P&E代表他的这个妈妈嘛 妈妈怎么样呢 为他的病敌啊 是他的一块性病啊 因为是他的这个 在日住的P&E 一块性病也不太好 那么他的财心 不过再不好呢 比这个吹雪力好一点啊 我认为啊 相对来说也好一些 不怎么样吧 感情的 你看两个人家庭 原生的家庭都不是特别的好 看一下介绍啊 这个介绍的 有没有介绍到他们的这个家庭 都没有啊 算了吧 我认为不好的 感情当中这个更加明显 无情之和 还有好好的 了吗 分开也是那种 霹地火 火金相克 火金相克是什么 代表说这个 闹得比较凶 也能分手 闹得很凶 也能分手 和平分手 和平分手 这个呢 商官生才表达自己 分开也就分开了 相对来说还洒脱一些 这个就不好了 这个本身制作并跌 然后他也是19年 19年刚好换运 他的换运时间是10月29号 每年较大运的10月29号 看一下他的他的时间趋势时间 今天是在11月份 已经换了 已经进入这个 乙木运了 以这个来看的话 我也得不出一个结论说 必定出现问题是在这个月 在这个年份也不能讲 但是有点可以说 毕竟几亥年嘛 去年19年属猪 亥子啊 半会水聚来冲这个午火 这是不利的 因为生在冬天一定要有火调喉 这火也算是用神 把他冲走了 用神这个羹嘛 都被冲走了 这个鸡土呢 是代表一个切杀 是非来了 麻烦是来了 然后甲木呢 他这个本 他这个你说他吃药 吃他也是吃这个 吃药吗 我认为这个吃药的可能性 要低一点 虽然说是自助病 病底的病底的话 吃药不一定 然后我起了一个局啊 一个 这是吹雪莉的 10月14号 它是趋势的时间呢 是在 10月14号下午3点多嘛 那就是生死 所以起了一个局 94年甲虚 是94年甲虚级吧 芝加丁 他在病底 这个 这个应该是就是生病 在吹雪莉的 应该就是 他本身长生之地 然后落病底 病底 这个就是应该就是吃药 本身就是有身体 或者说有不舒服的 这个吃药 这个应该没错 然后呢 地盘是在这个更广 刚好临死门了 这个就不利了 刚好又是天干戒乙了 乙加几 入起入地 再将支服来冲 这个吃药 长期吃药的这个 这个 这个我认为是真的 这个吹雪莉的是没问题的 吃药是可以的 不是是可以啊 呸 是也是这样的问题啊 这个是聚合拉的 他的根加乙 按理说 他我认为不像是这个 他临支服啊 一般来说 临支服的话 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的 他支服代表这种动态的 这动态的话 他就不会有这种情形吧 但看他的介绍呢 虽然说官方解释说这个 排除他杀 但是我认为这个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种情形 因为他更加乙 乙代表说一种受到了委屈 就算没有直接的伤害 也是间接的有伤害 当然他是不是有病的问题呢 我认为这个不至于啊 根筋掌声 帝王 衰病 虽然也是有点小 可能也是吃药怎么样 但是他的最直接的原因不是说这个 我认为啊 并不是直接的 或者是因为这个什么抑郁症乱七八糟这些原因 因为他临支服了 支服代表动态的 他就不应该 这种情形 可惜啊 在警方说是这个 排除他杀 我认为是间接的被别人 受到伤害吧 好啊 这个我讲 我为什么讲这个两个人呢 是想分析啊 从命格当中得出的一些结论 其实也会反推到 或者说反映到各位 人身上 有些时候啊 家庭的一种温暖 是很重要的 可能你现在是为人子女 将来也要为人父母 你看都是 我认为都家庭不是很好的 家庭不好值得 不是说我们 钱财的问题 都是和父母的关系处的 肯定是不好的 很明显的 这个吹血力更加明显 比杰克财 财业父母 在五星人的缺水 为母 感情的也是如此 一个是亲戚 一个是爱情 都是这两个感 这两方面的情感受影响 会影响到这方面的原因 所以有些时候啊 宁愿 我还 比如真的有这种情况 还不能真的不谈 比较好吧 那个即使的这个排气个人的 这种情感表达出来 我相信就能够 有些时候就能够避免 而不只是说这个 什么都自己扛 哎呀我长大了 不应该给父母增加负担 这个父母为我担心 父母他 父是父亲是天母 母亲是弟嘛 对吧 有的父母才能顶天立地嘛 对吧 还是跟父母商量沟通一下 比较好 是吗 应该绝大多数的父母 应该都不至于冷血吧 好吧 就等到这里啊 讲的可能是比较乱一些 其实不算是什么 命格分析怎么样 只是 从他们两个人的这个命令当中 得出一些结论 应该反映到某些人 家庭当中他应该也会有多多少 多少都有点这种情形 有些时候该舍弃就舍弃 比如感情不好 就像巨鹤拉这个 我们一看就知道不好的 该舍弃就得舍弃 爱情不用去管了 该报警就报警 该怎么就不要 比如遇到家暴了 遇到伤害了 遇到欺骗了 不应该哎呀 冷一冷 冷一冷不会风平浪静的 反而这个 更加的肆虐 好吧 就讲到这里吧 希望他们在 天堂安乐 你看 现在都是一种思念 说明他们必然有他的过人之处 都比较真实 都有上官 都有上官 比较真实的表达自己 好 就讲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